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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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妈 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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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老爷 起来讲话 起来讲话 老妈 你们一个人回来了 孙少爷在江少爷那儿 大少奶奶去找梁砖园了 他们一会儿就过来 好 回来就好 嫂子 这么快就回来了 梁盈 刘妈找到了 刘妈要当着你和沈老爷的面 在夫人墓前 把知道的一切都说清楚 走吧 跟我去沈家墓地 杨东西 你放开我 闪开 谁也不许挡路 爹 刘妈 你要找的人我给你带来了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梁准元 能让我看一下你的右手吗 梁准元 能让我看一下你的右手吗 梁子 梁准元 我们要看你的右手 你可不认我 我终于找到大小姐了 我在佛林一件七事 我今天所说的一切 都是真的 我现在的一切 老爷 老爷 你还不快走 人在承诺不躺在地上 快把孩子送去 可是 你们在干嘛 爹 还不快走 快走 不 行了 别要走 还我的孩子 好了 爹 就因为是女孩 你们就要把她送走吗 我求求您了 人家左夜之船难定 西连必须要有个儿子 花盖房 必须有西连技场 我绝不能让她 毁在那个老二手里 我已经给孩子 找好了人家 给了他们一大笔钱 你的孩子不会受委屈的 这件事 只有你我 和刘玛知道 西连外出是我特意安排的 就是担心你会生命 你是山家的长妻 这个秘密必须严守到死 这个孩子 我给他取名叫 沈敬天 童子他就是你的 亲生儿子 记住了吗 这呀 就这孩子吧 就这孩子吧 把孩子给我 给你 给我吧 получилось 大小姐 夫人到死都记挂着你 不是沈家无情无义 不是沈家狠心抛弃你 为了沈家的家业 只有牺牲你 这是没办法的办法 这事老爷爷一无所知 是老太爷为了华盖坊 不得已而为之 这么多年委屈你了 大小姐 我流氓说的话 几句都是实话 自打把你送走的那天去 大小姐 夫人一直生病 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夫人的心一直都在你身上 大小姐 对夫人磕个头部 让夫人安心 娘 娘 你睁开眼睛 看看我 看看 你瞪到我掌心的红尺 我就是当年被抱走的那个女人 你眼睁睁地看着我被抱走 你好狠心啊 你保护不了我 为什么还要生我 难道你生下我 就是为了让我受苦的吗 你回答我 你回答我 夫人 是我早一点知道这一切 我们的惊天就不会死了 我们的女儿也会早早回到我们身边 娘 是当年轻 你让我怎么回谁家 你让我怎么面对这些活着的人啊 娘 你让我怎么回事啊 我怎么回事啊 快跑吧 我怎么回事啊 我怎么回事啊 杨盈 六妈 别逼她了 这个事情对她来讲实在太突然 太意外了 我这个女儿啊 心里实在太苦了 爹 您早就猜到是爷爷干的了吗 我从杜冈临死前讲的那番话 已经猜了个大概 今天的日记让我确认这一切的确是家父所为 虽说家父的一番苦心是为了沈家和华盖坊 可终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可 可我又怎么忍心 让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不得安宁呢 我 为了家父的声誉 我替他老人家承担下来也是应该的 老爷 都怪我 都怪我 牛妈 这不能怪你 你一个下人 怎么敢违背老太爷的话呢 但愿严正能把梁颖劝回来 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好儿子 我不能再失去这个势而复得的女儿 我一定要把她带回沈家 尽我所能补偿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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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位 桜 李秋冰 陈恩 沈宝副 眼睁啊 什么事这么慌张啊 梁英走了 那我们快去找他吧 不用找了 我想 他是不希望我们找到他的 那我们快去找他吧 那我们快去找他吧 今天 如今所有的事情都真相大白了 梁英果真是爹的女儿 你一心要把他找回来 可如今 他们父女俩相见却不相认 我知道 这一定不是你想看到的 梁英虽然走了 但我希望 总有一天 他会回我 他会团队 他会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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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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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 属于我们俩的回忆 你不用着急回答我 你休息吧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今天又是一年了 我带儿子来看你了 他叫一天 你看到了吗 一天已经长大了 他已经会叫爹了 一天 一天 叫爹 爹 今天 你听到了吗 今天 你知道吗 爹说了 他说了 你永远 都是沈家的子孙 爹还说 一天 一天 一天跟你小时候 长得一模一样 他将来 长大以后 也会像你一样 会是个 能担当的 顶天立地的男子 吗 沈家列祖列宗在上 夫人 蝶舞 敬天 我们终于回家了 连正 谢谢你 之前为我们沈家做的一切 请收我沈西连一半 沈牧父 万万使不得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对了 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呢 我 我还没想呢 要不嫌弃的话 留下来跟我们一起打理散房 以前你也在华盖房干过 对散房的一切应该不陌生吧 是啊 延长 留下来吧 留下来和我们一起 等着梁营回来的那天 留下来吧 这里也是你的家呀 坐 爹 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啊 当初你曾向我提议 建议江沈两家散房合并 联手 经营 不知事到如今 还有没有这个可能 这要看爹的意思 以及廷恩和小枫的决定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沈家自不必说 江家也是元气大伤 目前只是勉强维持 如此单打独斗下去 两家无论如何 都无法跟其他散房抗衡的 即便是假以时日 要想恢复到 两家往日的风光 恐怕也是难上加难 你说得有道理啊 两家联手合作 总比单打独斗 要有力得多 所谓不破不立 不去除那些臣府的教条 又怎么能有更好的发展呢 我愿意合并 真的吗 爹 那 那我现在就回去 我 我跟廷恩和小枫 好好商量一下 好好 这个主意真的不错 沈家有手艺有秘方 咱们江家有资金有销路 两家联手合作 以比之长补给之短 确实不失为一个良策啊 哥 你觉得呢 这事似乎没有先例啊 怎么没有啊 国外的一些洋行 就是这么合作的 几家人合伙做生意 按照投资的比例分成 其实 同行之间 并非只有竞争 还有携手合作 互利共赢的呀 是啊 做什么事情 总是要有第一次的 如果不去尝试的话 又怎么会知道 之后的结果会怎样呢 是啊 你们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就没那么简单了 两家合作 到底谁说了算了 同学 我记得娘在世的时候 你就向她提议过 被娘当场就否决了 我觉得 你们把这事想得过于简单了 反正我觉得不妥 哥 你为什么不同意姐姐的提议呀 娘经营散房那么多年 她不同意一定有她的道理 你呀 不要说风就是雨的 可是娘的道理 也不一定都是对的 娘认为 同行之间 总是相互竞争此消彼长 而且利益当前 一家人伤且勾心斗角 更何况是互不相干的两家人呢 现在困难当前 大家都不觉得什么 可长此以往 双方必定会起冲突 到时候不但合作不成 反而影响了两家的感情 你说这又是何苦呢 这我知道 矛盾和分歧 总是不可避免的嘛 但是再商言商啊 只要本着发展散房的大原则 任何分歧 都是可以坐下来谈的嘛 只要双方目标一致 小小的言语争执 以及意见不合 是不会伤害彼此的感情的 小枫 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 可这是纸上谈兵 真要实现起来 未必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娘在生意场上 运筹帷幄 我们能想到的 她老人家怎么会想不到呢 我 既然她反对 就一定有她反对的道理 即便如今 她老人家已经不在了 可我也不想违背她的意愿 你明白吗 你说的我都明白 可是我还是让你姐姐的想法 大少爷 神老爷来了 神老爷 爹 突然来访 打搅了 哪里哪里 快请坐 神老爷 请 神老爷 请坐 神老爷亲自登门 一定是有什么事吧 这是我们沈家的炙散秘方 这是我们沈家的炙散秘方 之前冬雪提议的江沈两家联合的建议 一直没有等到你们的回复 我想 你们一定有你们的故事 也有我们的想法 这次我来 并不是有意劝赴你们和我们沈家合并 你们沈家已经力不从心 实在没有资格和江家平起平坐了 神老爷 您太客气了 不过 这是实情 不论江家如何决断 我都要将沈家的秘方交与你们江家 这是我们沈家几代人炙散的心血 如今我沈西连已经无力重开华盖方 留着不用实在是辜负了祖辈的传承 我想 这个秘方一定可以帮到你们江家散房 我也希望江家散房 能够尽快恢复元气 也好慰藉江老夫人的在天之名 冬雪 打开头 爹 打开 我有话要讲 打开 三層分 何層原 不错 这句话是沈家历代相传的至家警言 你知道 一把伞由三十五只伞骨组成 虽然撑开的时候 伞骨都分散到四面八方 可是一旦合拢 它就会还原成一段完整的圆竹 其实家也是如此 虽然每个成员都有不同的人生方向和目标 但是一旦聚在一起 还是齐心协力的一家人 是一个完满的圆 这本是一个最简单的持家之道 可是身在其中的人 往往却忽略了它 我们沈家的先人 早就洞察出了这伞中的道理 所以才把这句话记在最重要的位置 可是有些人拿到秘方 帮忙忽略了这句话 直接跳过去 看后面记载的独特配方和工序 树不知 配方虽然独特 工序虽然新颖 也不过是经验的累积 是可以随时学习借鉴 是可以随时学习借鉴 更可以被后人无数次的超越 可是唯独这句话 才是永恒不变的真理 它带给我们的 其实金钱名誉所能及的 沈老爷 您的这番话实在是让廷恩茅塞盖开 沈老爷 您对了我们江家的信仇和您的仇意 也让廷恩感动不已 我也同意江神两家携手合作 哥 你终于想通了 沈老爷 我想我们可以先借着花盖房的名气 在沈家重振花盖房 集合两家之力做好花盖房 从此以后我们两家守望相助 不分彼此 我们可以统一使用花盖房的名号 只是它将是我们江神两家的花盖房 好 好 太好了 哥 姐姐 我换好了 好看吗 好看 怎么样 你们看 你们看 看我的新衣服好看吗 好看 敬飞穿成这样啊 像个大人了啊 敬飞这一打扮 一看就是花盖房未来的大老板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敬飞 待会儿花盖房开张 让你做司仪 真的 你可要说话算数哦 来 说话算数 人就不穿这样的衣服了 会有点不习惯了 今天是华盖房重新开张的好日子 您帮人得穿的隆重鞋呢 是啊 爹 今天啊 您可是主角 对啊 对啊 您真还没准备好啊 颜大哥说别等他了 还有点闹肚子 随后就到 不是你打得乱吧 不是不是不是 对了 咱们赶紧走吧 花盖房马上就要开张了 我还要当司仪呢 走走走 咱们赶紧走 走走走 快点 是大小姐 是大小姐 姐姐 姐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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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进去吧 大家都等着你呢 快点 走 女儿 你终于回来了 你终于回来了 爹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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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你 爹 不要叫 改名叫沈灵了 好 你能够认识贵族 永远都是沈家的好女儿 冬雪 谢谢你 今天是沈家的好日子 真是双喜临门哪 是啊 姐姐姐姐今天是华盖房重新开张 我们一起去吧 还是我们先去吧 让姐姐等等那个拉肚子的 我们先走 好好好 走走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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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好 快快快快快快快 administer 来 谢谢先生 谢谢 谢谢先生 恭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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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位老师 你马上就要做私人了 快去洗个澡啊 我差点都忘了 我得赶紧去了 来 你先跑来 谢谢先生 谢谢 谢谢啊 谢谢啊 谢谢大家啊 恭喜花盖坊重新开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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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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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安 刘安 花盖坊也是你的 菜子跟爹一起劫匾 注意了注意了 花盖坊皆目一事 现在开始 大峒 好 大峒 对 对 来 东雪 你起来 一分 快点 东雪 我希望你跟我一起揭开这块地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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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好